细节部分可以参考一下前面讲过的那个 会是直角三角形 我们后来好像也是改成等腰三角形 那首先的话呢 它题目里面是要求说 我们来看一下 输入7嘛 那输出的话是输出这个 那你会发现它其实基本上就是 底下应该是7乘2 应该是 底下应该是一颗 1 2 3 4 5 6 7 那它的规 它规则是应该是一颗 第一个是一颗星 第二的话呢应该是什么 应该1 3 5 7 9 然后再11 再应该是3 所以是不是有个规则性 应该前面的话 它应该是全部加起来 应该第一次输出 应该就是什么 7个应该是有6个空白 加一个星号 所以其实有个规则性 也就是说你前面的话 总数 它总数第一个一定是7 那也就6个 6个空白 加一颗星 那我们其实主要是要把那个规则给找出来 那用什么规则刚好可以符合它要的结果 那所以第一个 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先把我之前想到的方法跟各位讲一下 那我们先让一下给各位看 资新 输出7 7 enter 结果就出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想到的规则是 第一个它一定是6个空白 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那程式部分的话我怎么写的 其实这个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首先的话呢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delete down ok 其实主要应该是下面这两 应该是下面这两行的规则 什么时候输出空白 什么时候输出星号 那输出几个空白 输出几个星号 如果你这个规则如果找得到的话 那其实结果就ok了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想到的方法这样 第一个 我们for i in range 那这个范围的话 假设我输出7好了 7的话 a 放a里面 那a的话理论上我应该 假设从1开始好了 1到7 有没有1到7所以后面一定要加1 等于是说我到8的地方停下来 所以就是刚好输出1到7 那后面的话我应该先print什么 print先print空白 所以呢print几个空白呢 特别之后面的话你就先输出空白 空白的话就是双引号里面加个空白 那几次的话你可以用乘号 也就是说输出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输出几个空白的话 那你就在后面叙述 那后面叙述的话呢 我们就是假设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输出的话呢 理论上就是 它应该跟什么有关系呢 你会发现跟那个 这个这个什么 输出几个 假设第一次输出的话 空白数量基本上呢 跟那个i的这个数量 基本上是乘反比的 有没有第一次是六个 所以理论上后面的话应该是什么 用a预减好了 a假设输七个 但是我第一次的话应该是要扣掉一颗锡 因为这已经被占掉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是a减掉i OK 好啊记得哦 因为要先减掉 所以我给它一个瓜谷 好那后面记得哦 逗点 因为我println本身会有个换航 那如果你假设要让那个星号接在后面的话 你不能让它换航 因为换航的话 变成像星号跑到下面去了 所以后面要加什么 逗点什么 1跟d什么 等于空的 意思是说把那个 enter部分拿掉 不然的话你println出去哦 你会变成说 哎 空白之后 这个星号跑到下面去了 enter 好 所以这个空白的话 当a等于7的话 那减掉 有没有 减掉1刚好就六个空白 没错 这边六个空白 然后再换一下2的话呢 那就变成五个空白 a 持对推越来越少 看起来应该是 符合我们要的规则 所以空白部分搞定了 有没有 它的输出结果的话 就会刚好是什么 跟那个 这个i的值 它成反比 刚好是 如果它 那个i的值是1的话 那我这边 本来7解1就六个空白 65432 刚刚好 OK 好的 空白的部分搞定了 接下来的话呢 几颗星 几颗星我都在下面 println几颗星 println 瓜糊 哎 几颗星 所以我先把星号 打上去 星号 特别说这个是一个次串 乘上几次 哎 关键来咯 那几次的话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想它的规则是这样 基本上说出第一个的话 第一次 刚好一颗星 13579 有没有 所以啊 它这个规则 哎 怎么样可以产生13579 但是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i 一定要带个i进来 所以啊 因为我们可以把i带进来 i什么情况下 会变成13579 所以后面的话乘上i 如果你现在直接放 放i的话 假设这样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这样子行 输出7的话 你会发现哦 它得到什么 哎 变成这样子 变成直角三角形 一边而已 那另外一边怎么办呢 哎 可能要想个办法 a的话怎么 i 哎 如果 i 把它乘以2好了 乘以2的话呢 那会变成怎么样 我先把它刮一下 i乘以2 那会变成 输出的话 变成两倍了 这边变两颗心哦 然后把它执行 7的话 i乘以2就变成了 哎 很像了 有没有 两两倍 但问题是哦 上面应该第一次输出的话 应该只要输出一颗心 可是它却输出两颗心 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 减1就好了 应该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 所以你可以怎么 在这个 i乘上2之后 减1 来试一下 知心 7 Enter 哎 得到最后结果 OK 所以如果像这种 输出那个等腰三角 假如说你实在是刚开始 还不太确定说 你要怎么出出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 一步骤 一步骤的输出 比如说它前面的话是空白 我可以先输出空白 那第二步骤的话 输出心 所以这会是由 什么字 算成上几次 就是等于是repeat几次输出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空白部分的话 那跟i的关系 刚好是 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 互相相对的关系 也就是 加总 假一定会是7就对啦 反正我就是 输出的时候 前面看几个空白 所以 6 5 4 3 2 1 空白OK之后 记得后面一定要把那个换行拿掉 再加上几颗心 所以我刚刚是先乘上i 然后 去先做直脚三 直脚七 然后呢 再乘以二 后面发现 多1 所以减1就好了 所以有些公式 假如说你实在是 没办法马上想出来没关系 你可以边 什么 边试 边修改 边试边修改 有的时候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我 就是边试边做的结果啦 那我有把这个答案 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我做了好几种方法 我刚刚试的方法是第二种 那原来是试第一种啦 不过你会发现 第一种显然是程式太长了 有没有 所以要是你会第二种的话 你应该就不会想要用第一种 OK 不过 结果都OK啦 我后来发现 好像方法二会比方法一来的好 所以我决定一件事情 我把方法二 跟方法一调换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反正就可以修正一下 OK 所以哦 那另外的话还有方法三 方法三其实跟那个方法一 有点的一同 只是说呢 里面用的那个公式 不太一样 不过你主要是差别在哪里 主要是差别在range range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是从一开始 但是如果说你range 是从零开始的话 OK 那你可能用的公式又不一样了 不过我觉得我试过 我发现好像还是用从一开始 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如果你从零开始 你真的会最后会 这个自己转转弯转到最后 真的很容易出错啦 所以我觉得 我是建议哦 你干脆输出range从一开始 比较不会错 那其实 有的时候程式里面最麻烦就是那个 所影子从零开始 这有时候 我对于一般来说 真的是 不太容易理解 OK 所以有时候啦 如果可以改 我有时候从一开始 就像之前我们那个 MSCI 我干脆从一开始 或剪刀石头部 我也从一开始 零控掉就好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翻给各位